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有南北斗神军 南斗管生 北斗管死 这是天上的福德正神分身而来 时刻和我们在一起 除此之外 白天有日游神 晚上有夜游神 这些神都来做什么呢? 记录我们的意念 言语 行动 然后每到固定的时间 这些神仙就会拿着记录到天上和天地汇报 根据所作增幅减幅 增寿减寿 另外还有一位神仙就是造神 每到月会之日也到天上汇报 天上是不是受理这么多人类的点点滴滴呢? 确实有很多神灵一直在众生上方 左右 细细观察我们 并且有专门做记载的神观 天上 地下都有 当然还有很多没有神职的鬼众也会观察人类的言行思维 当然他们不是为了记录 而是伺机图谋 或者是好奇旁观 为什么这些神都只是做记录 却不在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给予提醒和阻止? 小万觉得答案应该是这样的 01 个人因果个人了 不干预就是道 02 个别有特殊因缘的人会得到提示甚至阻止 但是这要前世自身修出这类福报的人 大部分人别说修出些什么 就连修都没修过 对错都是自己去完成的 自己的心有问题 还要道德绑架神灵 这样的人无论修行多久 最终都不会有成就 心态一定要改过来 修行就是要自己去修正自己 道理摆在那里 自己去靠近 自己去契合 不是满脑子想着别人来处理你的心和行为 还有一些非常朋友会问 为什么神佛不能直接来断除阻止我们的恶? 这就是六祖说的 不识自心 学法无益 被相迷得团团转 在人生道路上一定会遇到很多障碍 也会遇到很多困惑 你可以求神佛加持 求神佛救护 但是最终你会明白 神佛就是你自己一切 还是要靠自己 自己要积极地修正才是改变问题的核心 举心动念是关键 在地府有很多记录阳间人举心动念的本子 这些本子看似一笔笔的有地神鬼差一一记载 实则都是动态的 有时候明明这个人做了错事被减受了 可是之后又做了很大的功德 种下了对等的福报 于是记录本子上又会突然增售 而这个一增一减全部都是阳间人自己行为所致 即便是阎王也不能肯定你会做什么 你不会做什么 所以佛曾经也说过佛法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众生也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众生的举心动念间可以转变极大 充满一切变数 所以我们要努力修行 真心忏悔 断恶修善 这些都是改变灾祸的变数能量 也是脱胎换骨的变数能量 如果平时言语重 这类东西想得多 看得多 做得多 临终时就会看见俊男美女 心里一生欢喜 直接下到地狱 道次穿身 万死万生 而且地狱的一天是人间两千多年 有些最苦 众生在地狱道的寿命长达万万岁 如果没有后人超度旧拔 根本就没法出来 众生的轮回真的是无穷无尽 只要你不去修解脱生死的那条道 起起伏伏 生生死死 就真的是无有初期的 现在我们很多佛友都开始在修行 每天尽量在念经 但是仅仅如此 就是修行吗 完全不是的 你首先要明心 还一定要在生活中实践 举头三尺有神明 是一种说法 事实上在我们的周遭 各个方位都有神明 也有鬼魅魔众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被更高维度空间 关注着的三维空间里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被看见的 所以不要做亏心事 不仅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也汗言周遭看官 不要做让善神摇头 恶神欢喜的事情 《夜报因缘经》中说 七星之气常结为一星 在人头上去顶三寸 举头三尺有神明 经上讲不是三尺 是三寸 一般的人头顶上都有光 光的大小不一样 色彩也不一样 人看不到鬼神可以看到 现在一些气功爱好者 以及修道 有一定功夫的人也能看到 光的颜色最好的是金色 其次是黄色 最差的是灰色黑色 到黑色这个气 人的寿命差不多将要尽了 《道家劝善书太上感应篇》里 也有类似的记载 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 依人犯轻重 以夺人算 算减则贫好 多逢忧患 人皆恶之 行祸随之 急庆避之 恶心灾之 算减则死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 在人头上 路人罪恶 夺其计算 又有三尸神 在人身中 每到更生日 折上一天草 严人罪过 一个人生死受邀 富贵穷通 都有鬼神在掌管 虽然他源自个人自身种下的福田恶业 在道教除了北斗星君 还有南斗星君 南斗主人生 北斗主人死 人到阳间来投生 南斗星君他来记录此事 人到寿终死亡的时候 则由北斗星君来记录 这些天地鬼神 常常轮流降临在世间 一切众生 包括人 畜生 恶鬼 地狱在内 起心动念 一举一动 都有天地神明见察 所谓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原因就在这里 道教对于这些神的名号 较多提及 佛教稍微少一些 但是这个多或者少 不是因为教派不同而产生的 无论你信仰什么松派 天地间的神明就在那里 松派只是给予了 不同角度的讲解和告知 很多神的名号 在道教是这么称呼 在佛教又是另一个称呼 但实际上 他们都是同一尊 并且这些神的职责 常常会有互相重叠的部分 也就是说 这个神是管善恶记载的 那个神也是管这个的 他们的区别 有些是地狱区别 有些是境界等级区别 有些是全线因缘的区别 周天法界众生数不胜数 种类族群 境界身份多的人类脑子 根本装不下 今天你知道了这个 明天又会出现那个 只要因缘到了 会发现这个世界奇妙无尽 护法无尽 佛菩萨也无尽 善恶成戒史 就是记录善恶 处理成戒和释放善报的一种神 他们比较多是出现在一些有了修行 却依旧执念欲望很重 常常会做错事的人身边 一方面是记录 一方面也会暗中警示此人 只是这个人能不能意识到就看自身惠根和新性了 善恶成戒史是这类神的一个类别称号 他们其实还有更细的分别 甚至也有自身秘密的名字 只是这些都和我们无关 他们的长相也都各不一样 有很凶悍的样子 也有相对俊美的样子 但是这些与我们而言也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认识自己 目的不是做更细微的记录 而是给予我们更多的警示 无论我们表面看上去如何 身心问题自己知道 天地也知道 不要欺自己 物自欺心 好好改 好好修 最后要去领悟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领悟不可思议 道是靠悟 不是修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精彩继续